早谢,以前不到一分钟,现在能有八分钟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不久前的一个病例 这个病人大概是两三个月前来找我看的 那么最近一段时间来找我复诊的 这个病人最早来看的时候呢 是一个二十多岁小伙子 来了愁眉苦脸 为什么呢 跟我说大夫最近交女朋友了 我说交女朋友是一件好事啊 你有什么可愁眉苦脸呢 说跟女朋友亲热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了 时间太短 差不多不到一分钟 还有的时候没有把阴镜放入阴道 这样这时候呢就射精了 用个形象的比喻 那就是送牛奶的男生 把牛奶放到门口 他就转身走了 那么这种情况呢 这个男孩非常非常的苦恼 一看呢 等于面色憔悴 说最近睡觉睡得不太好 然后吃饭也吃得不太好 一看他的舌头呢 两边是一个偏红的 同时呢 一摸他脉 就跟恩琴弦一样 非常咸 我们叫做一个咸脉 那煮的是什么呢 其实就指的是 他这种情绪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从现代医学讲 那他就是有一些焦虑 抑郁的倾向 那么对于这样的病人 如果我们采用现代医学的治疗 可能就会给他采用一些抗焦虑的药物 但是大家都知道 抗焦虑药物其实很多时候是有它的副作用的 有些抗焦虑药物对性功能还是有影响的 对于男性的勃起还是有影响的 那么对于这个病人 我给他采用的治疗思路就是一个疏干解育 这样一些中药来综合治疗 其实就用了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方子 逍遥伞 其实我用的是一个单支逍遥伞 加了一点清肝的药 那么这个病人 失了大概三周的时候 又来找复诊 确实觉得好一些了 时间长一些了 最起码能长到一两分钟 再长的时候偶尔还能到三分钟 那没问题 咱们继续用药治疗 于是在失误干的基础上 给他加了一些固精的 不慎固精止疑的药物 比如说加了一些桑架枭 精子 嵌食 断木粒 等等等等 那么这个病人又吃了一段时间 前一段时间来找我看 非常开心 说最近已经非常好了 能够到了七八分钟了 他自己来讲非常满意 其实可能我估计 咱们有很多粉丝朋友 看到说会嗤之以鼻 说嗨七八分钟 我能到半个小时 其实呢不用 我经常会说 不要去和别人比 自己和自己比就好了 只要能够改善 达到一定时间 那么就算治疗有效 或者说治疗的成功 那么就是 你会说 disagreed 你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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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你会看